脸书国籍台湾遭举报台独,郭雪佛立马删除。 郭雪佛脸书国籍,台湾部分,又,已经被删除。 图翻射郭雪佛脸书,2001是80403。 郭雪佛最近真是流年不利,日前才被报是假面甜心,只因为不爽在台上被问到李玉芬,下台对经纪人发飙,风波才告一段落,马上又传出中国统一之声在微博举报他是台独艺人,尽因其脸书国籍写台湾。 不过郭雪佛已删除脸书国籍部分。 中国统一之声就是前不久指控科宇伦是台独世家的微博,这次他们又把焦点放在郭雪佛身上,说他们近日收到多位网友举报,在大陆影视活跃的台湾地区议员郭雪佛。 其在脸书认证位个人官方账号,其关于内容,有关自我资料介绍中,国籍,台湾。 经2018年3月30日,2018年4月1日,查证举报资料属实,为京都日查询该员并无其他涉毒猎记,故依照事事披露,并请该员尽速更正,以符合实情与同胞的期待。 有趣的是,这个单位又不是中国政府单位,却以命令师口吻要求郭雪佛更正脸书,有点令人哭笑不得。 也有中国网友认为,一般台湾民众说自己是台湾很正常,认为统一之声反台独太过了。 但统一之声却不认同,表示一般台湾人民的国籍顶多是中华民国,且台湾表示认知上有问题。